相談甚歡 這是2022年 宏都拉斯總統就職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跟當時還是副總統的賴清德 首度見面 而互動良好的還有張忠謀 在APAC場邊 張忠謀和賀錦麗 單獨會面20分鐘 從半導體供應鏈穩定 談到區域安全 而現在賀錦麗有望代表 民主黨對戰川普 若是成功當選 那賀錦麗對兩岸立場 會有改變嗎 一向身為副手的賀錦麗 立場還沒有太過鮮明 不過從過往來看 在2022年9月 表示支持台灣自我防衛 而11月重申拜登 跟習近平會晤中 強調保持開放溝通管道 以負責任的方式 管理美中競爭 依循民主黨的傳統 不過賀錦麗的律師老公 被發現是靠中國身材 合夥的律師事務所 不僅接受多家中國國有企業委任 甚至還有中國共產黨前官員 出任顧問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倒數 誰當選還是未定之天 而兩岸關係走向 台灣必須做好萬全準備 因應任何可能變數 三立新聞林舒賢楊紫玉台北報導